说起朱义军的名字,可能有些人还没有听说过,但是说起万历大家可能就会恍然大悟。 没错,朱义军就是明朝赫赫有名的万历皇帝。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,如今已成为研究明代历史必读的著作,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。 其中,长达二十八年没有上朝。这是为什么呢?朱义军即位的时候年仅十岁,因为太过年幼。 他的母亲李太后,一直垂怜听政。太后虽然是个女子,但是却极具政治眼光。 他把朝政大事,全都交给了张居正。在张居正的主持下,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。 不仅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。对外战士也连连告捷。不少人将这段历史,称为万历中兴。 然而朱义军后来却变了。他不但不出席一些重要的活动。甚至连朝都不上了。 对此明朝史料记载说,是因为朱义军的身体不好。因此不能支援他上朝,出席各种活动。 对此大臣们却并不买账。 他们认为,皇帝不上朝根本不是因为生命,还是因为沉迷酒色。 于是便碰弃皇帝的种种不作为。 万历很清楚大臣们说的都是没影的事。 因此便和大臣们争论。 君臣因为这件事争论不休。 谁也不服谁。 时间一长。 万历自己也觉得无趣。 因此也就不再和大臣们争吵了。 也不再上朝和大臣见面了。 当然躲避大臣只是其中一个原因。 万历其实也是有些沉迷酒色的。 加上之前的果本之争。 让他对大臣深感失望。 那么万历除了这些因素之外。 是否真的是因为身体有问题, 才长期不上朝的呢?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一直争论不休。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用考古发现作为佐证了。 1958年,郭沫若掘开了定灵。 将朱易军的尸首刨了出来。 郭沫若等人仔细整理, 并复原了万历皇帝的尸骸。 结果吓了一跳。 原来朱易军的两个腿, 居然不一样长。 通过复原的骨架, 明显能够发现, 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一些。 由此, 郭沫若便推断。 朱易军不上朝除了和大臣之间的矛盾之外。 还因为他的身体确实有问题。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, 考古工作者还在朱易军的头骨上, 发现了马飞的残留物。 大家都知道, 马飞常存在于毒品中。 也就是说万历皇帝在生前曾经常吸毒。 明朝史料中记载的不实目眩。 步履坚难估计就是他贩毒以后的症状。 不管朱易军因为何事不上朝。 作为一个皇帝, 他都是非常不合格的。 一直在吃张居正留下的老本。 导致国家逐渐破败。 为后来明朝的面王埋下了隐患。 因此明始终说。 明之王。 实王于神宗。